英超谁夺冠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杜华说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们来分析一下英超谁夺冠 继续延续这个话题 阿珊娜利物浦跟曼城 目前依然是以一分的微妙优势 拉开了跟对方的差距 那么阿珊娜排在第一名 利物浦第二名跟曼城的第三名 也就是说如果阿珊娜可以 继续的赢掉所有的比赛 那么阿珊娜就会自动获得了 英超的冠军 可是比赛没有那么简单的 这个星期的看点在于 这个星期的特点是 三个强队都来到了主场 去对战对手 那么下一个星期 各自又回到了客场 去挑战对方 所以他其实蛮有意思的 就跟布置好的一样 所以这三个球队会挨得非常紧 接下来也都是这样子 重点是这个视频 我们要讲一下利物浦最近的变化 因为利物浦变化比较大 自从赢了英联杯的总冠军之后 然后把利物浦推到了最高峰 也并且了战区的英超的榜首 在这种情况下 再以大比分战胜的布拉格斯巴达 结果是进了11个球两回合之内 然后我觉得是因为这场比赛的次回合 本身是垃圾时间 足球很少说是垃圾时间的 篮球就多一些 可是在足球的利物浦对战布拉格斯巴达的 刺猬的时候 整场比赛几乎都是垃圾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利物浦本来应该去做轮换 而有一些主力人员依然为了寻求刺激 去全力去踢这个比赛 结果我觉得在体能上是有受影响 结果在最近的三场比赛的利物浦都没有获得胜利 包括了撕掉了主种杯 昨天也是给亚特兰大的大炒了一局 然后英超也跌落到了第二名 所以对利物浦目前形势不太乐观 也就封神榜之后跌的比较快 然后我们再看阿森纳 那阿森纳自从2比2在主场停掉了拜仁之后 觉得应该会收回整个的心态 会更专注到英超的比赛当中 可是往往都是这样子的 阿森纳在每年大热的情况下 都会碰到这样的局面 结果都阿森纳没有办法获得冠军 今年我觉得阿森纳有所加强 可是我们也要继续去观察比赛 继续去看去跟踪 因为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没办法猜测就顺其自然 因为阿森纳特别是在这个周末 主场就对战阿斯顿纳 我觉得这场球难度非常大 他不比曼城去对卢顿对吧 因为曼城对卢顿的话很容易赢 曼城在主场的优势 并且这么强的阵容 赢下卢顿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而利物浦对战的是水晶宫 也我觉得赢面也是非常大 可是阿森纳对维拉的话 是一场硬仗 不能说赢面小 但是他有平的可能性的 挺危险的一场 也就是说如果阿森纳可以继续赢掉 接下来比赛就一定是冠军对吧 目前一个最大的难题就卡到了 维拉这里先来考验一下阿森纳 很多球队他都是一阵一阵的 比如说是曼城的 他在赛季 出到赛季中的这个过渡阶段 也输掉了一些比赛 导致到球队呢 在成绩上跌落了下来 然后利物浦呢 一直赢一直赢 所以能冲上去 而阿森纳也是一样的 状态特别好 所以一直赢得阿森纳呢 如果可以的话呢 继续往上面走 现在担心的也反而是利物浦 所以你看不懂啊 依然这个周末的话 我觉得不容易分出胜负了 每一场比赛我们 尽情去继续期待吧 好不好 谢谢大家